大家好,我是阿米,欢迎收看看跨镜家阿米的阿米秀,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 使用该机器的苏打水无添加剂等,打消了人们关于饮用苏打水的顾虑,满足了人们对健康饮料的需求。 根据Million Insights的报告显示,全球苏打水饮水机市场规模为10亿美元,预计从2019年到2025年将以5.4%的复合年增长率增长。 苏打水自制机作为新型厨房小家电,有亟待挖掘的新兴市场潜力。 对于跨境卖家而言,越是新兴市场就越需要及早占据市场份额。 针对有饮用健康苏打水需求的年轻人及健身人士等群体,主打崇尚健康的品牌理念。 以主导需求拉动核心群体消费,北美、亚太地区等存在较成熟的苏打水消费市场的地区可作为理想、投资地加以考虑。 同时,顺应颜值经济的潮流,推出设计新颖的产品,更容易吸引消费者。 多档位配置满足多样化需求,也是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的重要考虑因素。 需要注意的是在追求产品造型独特新颖的同时,也需要兼顾家电产品不宜占地过多的特性。 小巧不占空间仍是消费者在选择厨房家电时的主要需求。 小巧不占空间仍是消费者在选择厨房家电产品时的选择厨房家电产品时的选择。